七百多首歌曲 中国新名歌的开拓者 唱一首歌流行一首 作曲 欣赏 曲 欣赏 好 今晚我们综艺盛典的主题就是难忘经销 相信一说到这首歌名那熟悉的旋律就回荡在我们耳边了 提起这首歌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位歌唱家 在家人团聚的那一时刻 他都用这熟悉的旋律为我们的年三十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那今天我们将要随着他的歌声一起去感受那难忘的旋律 53年了他用歌声和人格魅力打动了无数的歌迷 有人说他的歌声是时代的歌声那么深情 有人说他的歌声是历史的回声那么熟悉 还有人说他的歌声是人民的心声因此听起来那么的亲切 就像他的歌迷形容的一样 鼓语春风声百鼓一平一笑在心间 今晚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一起去感受音乐的芬芳 各位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尊敬的歌唱家李古一老师 谢谢 眼睛的你会听到 我的心在歌唱 像幸福深处的梦 梦眩后你在身旁 无论世界有多少色彩 我只想为你一路分放 我在一个故事一生的缘 花飞一段传奇 风中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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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一路分放 其实如果你要打开中国现代的音乐史 一定会有这样两句话是评价李老师的 他是一位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同时也是新鸣歌的旗帜 李老师是我父辈的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 将来也是你孩子的偶像 对 我觉得53年了 您在我心里有八个字 时代回响 乐坛奇迹 真的 53年了 各位观众 太长时间了 对你们说可能很长 其实在我们从业队伍里面 比我60年的70年的还有艺术家在 所以我并不算长 算个真等 所以今天为了录制这期节目 我们的编导在搜集您的资料 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觉得您和一个数字很有缘分 您知道是几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揭开答案 七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七 我还以为是一呢 中国第一的当红的歌唱家 这是应该的 为什么是七呢 既然说是七 一定是他有很多的故事 你比如说吧 从亿53年来 李老师一共唱过700多首歌曲 对 700多首歌曲 你要这么说的话 说到七是吧 我这也有个数字 李老师是17岁就开始工作了 第一份工作是到湖南的花谷戏院 对 你看 我们的后面还有您当时工作的照片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 哇 这个是入剧团的时候 这是多大啊 李老师 就你们刚才说的那么大 17岁的 像不像 像 这张看起来有点这种艺术家的前照了 而且我 这个是演的戏 而且我发现您入团了是吗 不是 这个戏里的角色 角色 是一个共情团圆 这个呢 这是当年的标准照片 好像 这个是 那是一波化妆啊 还可以啊 应该上大众电影 哦 没有 这是没有化妆是吧 对 就素颜 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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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照片也不化妆的 就素颜 那那个年代 这样的照片应该上到这个封面上 是标准的美女 而且纯天然 其实我们都知道 李古一老师这个花谷戏这段经历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呢 其实那段经历我们了解 对观众朋友来说了解的还是挺少的 很多观众最早认识李古一老师 其实源自于一部花谷戏的电影 叫补锅 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演服了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补锅的片段 来 刚才看到李老师看自己短片的时候 一直在那乐 您在乐什么呢李老师 乐是好小 那个年轻姑娘的模样嘛 而且那两条大辫子让我想到有一首歌里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还有这两只那个大辫子 还有那个眼睛是又明亮又清澈的大眼睛 年轻嘛 年轻就是青春活力 就是漂亮 因为这段影像很久了嘛 有一些模糊 但是你发现了没 在看这个李老师演唱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神态捕捉到了 现在李老师的脸上依然有 就是他的笑容 还有咪咪眼 咪咪眼 笑笑就咪咪眼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是当时 李老师唱花鼓戏当中的补锅 这么多年了 其实观众呢 很少能听到您在唱这一段了 今天现场 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来几句 大家说好不好 这没有乐队啊 因为这个那是年轻啊 这个年龄过了几十年 那声音还是不一样的 咱这有闻的呀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影像模糊了 但是声音依然甜美 是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揭秘一下 你看李古一三个字哈 众所周知的名字 李和古好像也是七话 笔画当中 哦真是 这是第三个七 我说一个更有根据的七吧 那如果说这个七的故事呢 我必须请出一位嘉宾 那这位嘉宾在八四年的春晚 您第一次和他合作 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回放 好吗 来看大屏幕 这是八四年春晚的开场曲 叫恭贺欣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位嘉宾 蒋大为老师 有请 你好 蒋老师 你好 蒋老师一上来啊 我要说的这个七 就是七十年代 在七十年代呢 蒋老师和李老师呢 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 人生呢 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蒋老师考入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对 我是七五年 那李古一老师呢 也考上了中央乐团 我特别想先问问蒋老师啊 当时在那个年代 中央乐团对于一个歌者来说 是什么样的位置 那中央乐团 当时在我们这些唱歌人心目当中 都很神圣的 我考中央乐团考了三年 每一年考一次 我根本就没敢考 你还考得多好啊 其实你会跟我一样都能够录取 不过暂时中央乐团呢 需要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又能唱民歌 又能唱样板戏 但是要唱北京话 唱京剧 所以我为什么考三年呢 因为画舞系的音域比较高 比较窄 就是还没有达到歌唱的那个要求 另外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意思 到现在我还有很多湖南口音 所以当时每次考一次老师提出来 那个就光说那个奶奶 奶奶 老师说奶奶 他说你说的不对 我说怎么不对 不是奶奶 是奶奶 其实我觉得像李武一大姐这样的成就 我给她总结了五条 她是中国民族声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她把中国的民歌带到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呢 她又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棋手 因为在我们之前 还没有流行音乐这种东西 也没有这种现代这种通俗唱法 当年大家知道 她一曲相恋 用了这种轻声的 轻轻的这种弃声的唱法 我觉得她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吐 因为演唱了众多众多的成功的 经典的民族的歌曲 所以她是中国民族声乐史上的光辉的一页 她又带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伯乐 这就是我对李大姐的五点评价 总结的真好 李老师 我跟您汇报一下 刚才开场您没有到的时候 李老师开场唱了一路芬芳 唱完之后是满含泪水 可能就像您所说的 一个演员 除了荣光的背后 会有很多坎坷 很多艰辛的付出 甚至很多难以强人想象的付出 李老师 您那个时候 第一首歌的时候 您想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饱含热泪唱完之后 刚才唱了一路芬芳是吧 我就说这首歌是特意为我从于五十年写的 词曲作家应青和王小林 就是我这 我老弟说的 这几十年 他其实跟我有体会是一样 就是在背后我们的坎坎坷坷 艰辛 我们的不容易 当然给观众看应该都是看最先亮的一面 就是笑着你的眼睛都看不见那种笑容 只想好好为老百姓唱歌 想把自己的感情传递出去 我就觉得满怀的感激 满怀的感谢 满怀的感恩 感谢所有我的观众 我的歌迷 还有我的同行 还有我们的主持人 因为你们这么多年支持我 才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 还是老老实实好好地为广大群众唱歌 这就是我的信念 所以我感谢你们 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没有你们真的 说是医师父母 你们真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大家支持我 给我写信 他们在底下一个鼓励 说我们都支持你 你放心 你是这么唱 所以真的都靠大家来支持 就一个人成功 一个人走不出来 只有大家帮助他 支持他 爱护他 这个艺术家才能够顶田地地 谢谢你们 谢谢 再一次谢谢 再一次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古一老师 谢谢 那今天 在您的专题音乐会 难忘经销的现场 我们大家呢 也要用我们的掌声 接下来用我们支持的目光 用我们观众对一个歌手赞赏的微笑 一起来欣赏今天现场 李古一老师为我们再次带来这首 《相恋》 你的声音 你的歌声 永远一定在 我的心中 embodied观众对一个roffen sob 昨天虽认消失 昨天虽然消失 曾 �亏尼满星风 曾能忘记 你的第一百声之 внутри 你的一� contained 你太情练泪里 只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我过来 放弃我的一片深情 这几天就要来临 只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我过来 放弃我的深情 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其实是今天来的观众感染了我 他们真的很诚心诚意的 很热忱的 听我演唱给我鼓掌 谢谢你们 再次谢谢 其实这也是一直以来 李老师自己的歌唱创作方法 那就是以情代生 要说到这个将声音 融入一种抒情的演唱方式 我们就要让时光再倒流一下 李老师去国外进行参观访问演出 是在几几年 七五年 七五年去澳大利亚新西兰 好像还去过美国 美国是七八年 也跟妻子有关系 七八年 七八年对对对 那个时候 七八年之前 可以对于国人来说呢 还是很封闭的 没有看到过外面的世界 那作为一名歌者 您一下子到了国外 是不是发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 应该很多不同的 另外那个时候我们就参观了美国的电子音乐 去看他们 都是像盲文一样的打在上面 很新奇的 而且在国外也看了他们很多的音乐类型的表演 歌唱 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来听一听李古一老师 当年在美国演唱会的录音的原声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你歌音舞唱 歌迹 从不自卫队前景 从不水浪打浪 演唱者 李古一 你看不管音音质量如此 但是有一点这么多年是不变的 就是您的情感 我这里有一个您日记的摘要 您是这么说的 说我唱歌 要以情代生 以生寄情 做事情 我也要有感情 要动感情 要将感情融化到歌声当中去 打动每一位观众 其实两位都是相同的 都是靠情感唱歌 在带动每一位观众的情绪 李老师有一种歌唱方式 观众朋友们觉得很特别 也成为您个人的一个标签 那就是一种气声的技巧 所以每个歌手 有他处理歌曲的一些方法 不是千天一律的 所以不一样 我用的气声是因为 我唱了很多电影歌曲 情绪需要 所以发明了气声 但大卫知道 我这个心意 其实他是为情感服务的 没错 他是根据歌曲和感情的需要 特别是电影歌曲 更要为电影的内容 和主人公的那种情感服务 所以至于用什么方法 我觉得这都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把歌曲的内容和情感要表达 那个时代好像有一种独特的演唱方式 是吧 又高又响又硬 这才是好的一种演唱方式 因为中国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 大家都在很激动的 搞社会主义建设 唱出歌的都是 金秀河山美如花 祖国建设跨去 全是这种感觉的 所以一下子出来 他这个声音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要拿这种方式唱 其实我觉得 任何高强响应 这些歌曲都是需要的 任何年代都需要 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一种 只有那一种才是革命的 才是应该的 其实歌唱是很多百花奇幻 百家争民 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 但是有一点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内容非常重要 我想想我们俩那个年代 从过去唱到现在 我们俩唱的内容 都是非常革命的 非常符合社会主义要求 也是非常符合人民的要求 现在叫我们唱的歌都是正能量 我发现用了这种方法之后 好像它更能打动人心 更能走心这种唱法 那刚才李老师还问这个老弟 还问这个蒋老师 说我的歌你应该没唱过吧 气声方法你也应该没尝试过吧 那么今天我们让蒋老师 我也唱过 蒋老师在现场来尝试一下 李古一老师的气声唱法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选歌 不一定非是相恋 李古一老师有很多歌 知音 我真还没用过气声 我做过那么多节目 他这方法我还真不会 其实刚才我想说 尝试一下这种气声的技巧 好吧 盛开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 吴香 李老师 李老师 我能表达一下 我刚才清了的感受吗 我觉得以前按蒋大为老师的唱法 唱这首歌 是看到桃花盛开 这个喜悦的心情 而刚才这种唱法 他要唱这首歌的话 好像是哀叹 这桃花今年怎么还不开 那我跟你姐的不一样 我跟你姐不一样 我对她在家里 对她的花瓶 插了几多桃花 她在那韵味了 她在这声就是气声的 陶醉 在那 就有气声的 不是在那 不是这样的 所以她这个还是有 老弟 除了清声以外 还是有气声 其实气声这个东西是个技巧 对 她就像人说话一样的 要不就很强硬 要不就很坚强 要不就很 就是那种 其实气声谁都有 没气人就活不了 谁都会 没气人可不就活不了 就是说简单的说 但是我同意刚才 李古一老师那种说法 不同风格的歌曲 还是需要不同的 就是为感情好 这点很重要 对 其实不管是什么唱法 我感觉两位老师心里 是哪种技巧 都装着祖国 都装着观众 所以我想下面 是不是两位合唱一首 经典的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 这没问题 我俩唱过好多次了 是吧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不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三个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涧涧焦 我巫子年龙江北 这每一座高山 Clyde,ером野,宜,圣望湘,苏ей巴巴摩 永远对我一样成功 心中的孤独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再次为二位艺术家的歌唱艺术鼓掌 谢谢 谢谢老师 再次为两位老艺术家他们的友谊鼓掌 谢谢 谢谢 最后让你们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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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了蒋大为老师啊 其实李古一老师和您有着同样春晚故事的男嘉宾 不止蒋大为老师一人 还有一位 没错 他也是通过第一届春晚走到了观众面前 并且和您一样收到了所有观众的喜欢 他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 您到那去 好吧 先听袁老师的啊 大家注意 我刚才小的是尹哥 那么古一同志 对哥 不 你对哥 怎么我的对啊 他是提过你对哥 行 我对哥 我给你们指挥啊 嘿 什么杰子高要高位 嘿 高要高位 什么杰子半中央位 嘿 半中央位 什么杰子成双队 什么杰子棒棒考位 什么杰子成双队呢 什么杰子棒棒考位 谁对谁对 你对呀 你对呀 你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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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不 你对你对你对 我对我对我对啊 你们给帮个枪怎么样 我可以帮个枪啊 说一下呢 别带着这儿啊 哎呀 没 这段行不行 行行行 我给你打着气 你来吧 我爱着你 你个头高又高嘞 我孩子倒我那半中央位 我们夫妻成双队嘞 我不听话的棒棒球 好的 接下来 我们用热热的掌声请出著名像头表演艺术家 江坤 江坤老师 有请 哇 老友相见啊 李老师给您的礼节是最亲密的 我在他的面前不是小弟弟 像个小侄子一样 别把自己说那么年轻啊 永远是小弟弟 刚才看到我们那个春晚的画面 跟张连还在说 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太朴实太随意了 您穿的是毛衣上去主持节目 那时候 那是我们家最好的一时一场 对 而且 那个时候的春晚和现在可不一样 就拿江坤老师来说吧 不仅仅是主持人 而且还是编导 而且还担任了很多工作演员表演 还得 和这个现在这个年代完全不同 拳打脚踢 拳能行的一位演员 因为那个时候 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跟我接你一下 就刚才那一段对歌 就即兴就来了 这个我们的古语老师呢 你们大家伙都知道 半姐 半姐 古语大姐啊 在我们年轻人心里 那绝对是偶像级的 因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就听古语大姐唱歌 她最大的特点啊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 她是唱一首歌 流行一首 唱一首 全国都会唱 你想那个时候 那些春晚啊 我想最最火的明星 应该是李古语老师了 因为那天晚上 还是那个数字 还是那个数字 是七哈 电话点歌 居然一晚上唱了七首 独唱歌曲 两首对唱歌曲 我相信是前五古人之后 也不可能再有 现在你根本不可能想象 现在七个人唱一首 不容易 下不来了 现在一个人唱七首 没有了 听说那时候 咱们真的是观众 要打进电话来 有些电话 然后要点歌 能不能给我说说 因为您是导演层的 一定很多 那个时候啊 这个故事 其实已经讲过了多少次了 当然一些年轻的人 确实不知道 那个时候呢 李古语老师 因为有一首歌 争执非常大 这首歌呢 我们相声演员呢 经常呢 学他唱的歌 说他是气声演唱的 中国第一任 气声技巧 学一学 学唱 说这个气声演唱什么 就是肚子里的气啊 是从肚脐眼往处出 那话筒干嘛放轨上 他说出的叫 你的心声 他是叫气 带着气的 其实我知道相声演员 是最爱模仿 有特色的歌手 或者声音 太夸张了 他在丑化我 没有没有 江老师 我请教一下 我觉得不管是气声 还是时声 还是高音 但是你想春晚一届 唱九首歌 足以证明所有观众 对他的喜爱 对不对 后来大家 一强烈要求的话 那民意啊 那是实实在在的民意啊 他说的是相恋这首歌 为什么来的 我说相恋这首歌 他当导演 你看他的书 我不是导演 我当时呢 是人家也黄一鹤导演 编导之一 我是什么呀 编导之一 我是上台念的那个 主持人 大家伙都担心啊 这支歌能不能上啊 一直是个大问号啊 一直是全的心中单个时代 因为是全国播出的 结果呢 一通知说可以播出了 我就像那个 那个什么 就像小山崖蹦 蹦蹦 我就绑 就给大家读 下面要 解放得喜讯了 要唱香烈 那个时候连节目单都是急性的 对对对 真的 真的是互动很强 对一到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国家真的是开放了 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呢 好像是一个笼子里边的鸟 就是把我们放出来了以后 也会在一个老是飞一个小方块 老飞不出去 可是呢 真正的解放思想 说在我们文文文文化艺术这个方面体现出的话 黎古语老师是个代表 来江老师来回忆那段非常难忘的七连唱的画面 来 他们的运气 传言传言传言你在哪里 不休的期望 年轻朋友们一条跟十秒 你的声音 你的那个土耳 用力又玩 如果要是看近景的话 唱到最后 黎古语老师的脸上鼻头上全是汗 满点大汗 那时候没有空调 不在这里是在那个老台 对老台 江老师呢 今天是百忙之中抽空赶过来的 那么因为你的到来 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一个小的见证物 不知道您可以想到什么 来见证你们两位的这份友情 这份深情后裔 来到底是什么呢 跟我卖关子 让江葵老师能不能想起什么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心目当中 我心目当中 应该跟李古一老师 唱那个刘海砍桥的时候 是应该拿着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告诉你们 当时可不是这个 是什么样的呢 给我们讲讲 是一个柴火棍 柴火棍 就是随便是不是在台外面 找了一个 哎呀 当时这个事情讲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李古一老师说的 谁跟我唱 刘海砍桥 当时找来找去呢 他们说算 让江昆唱吧 我就去跟他去唱 录音啊 和什么这个 那就录录音 也把音都录好了 完了都排练好了 完了又跟那乐队啊 我哪会 我会唱那个 花鼓戏啊 他还要教我 一句一句的教着我唱的 我没有一句一句 我看你还在讲的 他就是你教的 就是你教的 就是我教你 就是他实际上学了我砍桥 因为他毕竟像生意识家 很聪明 对 说学都差 也不行 所以他把个小录音机 这么小录音机 他大姐你给我录下来 就带他身上 带他口袋里 他说我学一天能学会 这么学的 因为他很多事情 你看那个 那个富兰发 富兰发 我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我 我每次我要说 我都不知道他 那个懂湖南的话的人 全部都乐 他好像是狠狠狠狠 就特别特别的像 我 我都不知道他 没事 我们准备了视频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年那个有趣的画面 我打击 我的气 你把我逼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场也应该叫叫好吧 你们看到那个棍 就是方棍 他刚才跟我讲的 你那个扫把棍应该是圆的 那个说 那个扫把也不知是谁给弄成个棍 那个扫把头早都掉了 然后就是一个棍 捆着一个铁丝 捆在上面了 我是一脚给它踹下来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节目一定是临时起义 所以真正打动观众 永远不是道具 不是舞台 而是人的真实的状态和情感 而且也不会跳 你看这什么样的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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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这样吧 咱们也没拿扫把棍 这扇子我发现今天准备的也是红色的 从绿色变红色了 道具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人依旧 今天呢 二位都来了 我们是不是重现一下当年 刘海砍桥的送景 好不好 我这里接海口 好有意义啊 大姐 你把我逼做什么了呢 我问你的牛郎不长分啊 那我可逼不算了 你比过还要多了 不大姐 你是我的亲戳 流海口啊 你是我的父王 不大姐 你陪着我来走 很快 快遇到过你 这其实是中国电视文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那个年代好像电影比电视更加的火 那时候有句话是这么说 说电影啊 每个电影必有一首歌 但是每首插曲呢 必是李古一 江老师您回想当年 你听过多少首李古一老师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或者是插曲 这样 我可以说呢 就是几乎李古一老师所有唱的歌 我都会唱 完了以后水 边江的泉水精神 其实我这辈子确实也唱了七百来首歌曲 七百来首啊 还有唱得比我多的艺术家 那么就是影视歌曲呢 就是唱了一百个部 大概有将近两百来首歌曲 你知道那个时候啊 还有一个跟机器有关系的故事 像这样的卡带 那个年代是卖七块钱 对 非常贵 因为那个时候 大概人的平均工资是每个月三十到五十块钱 你想 用自己将近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工资去买一盒卡带 那对您有多么的喜爱 是是是 确实了不起 所以现在 我们叫歌迷 那是不叫歌迷 叫观众 叫热心的观众 对 现在都改叫歌迷了 对吧 现在叫粉丝了 叫粉丝了 像这种就是铁杆粉 李老师您看 我觉得这盒卡带特别的珍贵 嗯 这是香炼 最最有故事的 香炼 对 这个是生命的心 真是啊 幸福又难忘的一段回忆 对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荣花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为了表达对李古一老师的敬意 我们特意创意了一版荣花 而且演唱他们的人呢 也很特别 让我们掌声有请 摇滚乐队黑豹 有请 谢谢 世上有多一种礼拜 你能不能够 那是青春 光光的花 我才行 我不知道 你不能够 我现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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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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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李老师也摇昆起来了 对 刚才在黑豹演唱这首《荣花》的时候 李老师就好像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脸上露出的都是小女孩的笑 李老师评价一下今天黑豹的演唱 在你们歌声的震撼下来 谁都不敢来侵犯我们 其实李古一老师呢 并且是今天才支持我们摇滚乐 我们知道摇滚乐呢 刚才黑豹乐队演唱就让我们已经热血沸腾了 没错 早在很早的时候 摇滚乐刚刚在中国露头的时候 这个李古一老师就发现了他 没错 那个时候大概很多人跟李老师的这个标签 都会写的是春晚啊 明歌啊 流行歌 但是很多人很难以想象说 您还居然对中国的摇滚乐有过帮助 您还记得吗 他姓崔 叫崔剑 是中国摇滚乐当中的一个顶尖的人物 崔剑他们都称来是摇滚之父嘛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了解他 也听过他很多演唱 所以我是支持他们 我们来听一听吧 崔剑老师自己说的 李古一老师对他的支持 来看大屏幕 感谢他 他对您的支持 实际上他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高层的这么一个环境 就是让一些领导人和让一些上了年纪的 就是软化他们的这种偏见 然后逐渐逐渐接受 然后把这种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摇滚音乐 视为是一个严肃音乐 而并不是一个颓废的音乐 真的 很难想象啊 是李古一老师去认同了这种摇滚音乐 您真的是真心的 其实我觉得听他讲话 因为我没听过 最近是头一次 我听了我觉得自己很心酸很难过 没有改革开放 哪有我们文艺发展的春天 哪有百花齐放的局面 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热爱自己的党 热爱自己的观众 热爱自己的社会 他们唱的就是艺术品种不一样 怎么就不严肃了呢 怎么就是不好的呢 所以现在确实这个环境 创作环境完全不一样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一听他说这个话 我真的很心酸的 就是不应该对待我们这些文艺品种 那也让我们全场为李古一老师 对我们年轻人的支持鼓鼓掌 谢谢 谢谢古一老师 今天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也欣赏一下 古一老师带我们带来一首 故乡是北京 我说那 高松林大厦 宣战的地 变得鞋的鞋巴 夜市上的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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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我走那心吵怀勇猛不及 大航尽那边出家有发香 帆香那油条豆浆家长冰 眼睛继续悠悠如如感美奔芳不相亲 感美奔芳不相亲 朝天亮南北西东 也包括了许多名城 静静地想一想 静静地想一想 我还是对待 我的北京 好的 刚才李古一老师 我们也在之前谈到了 七十年代末 您出国的一些机会进行演出 也接触到了国外不同的音乐风格 于是开始产生了一种想法 是否可以自己组建一个 有着新鲜风格的自己的乐团 没错 这次搞文化艺术嘛 我们想为祖国 添一个新的艺术门类 所以创办了中国青音乐团 这个品种呢 要讲我们国内没有 其他乐团的品种都有 节目呢 那时候已经有了 但是没有一个正规的 这么一个乐团 所以我就团结了一批 我们的艺术家们 就大家共同来组建这么一个团 十四年 这十四年蛮辛苦 蛮 这样吧 今天呢 我们现场也请来了两位 当时中国青音乐团的 第一批团员 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他们同时也是我们歌坛的一对恩爱夫妻 没错 就是傅迪生 仁静 有请 我特别想问问傅迪生 仁静 当时你们 尤其傅迪生 应该算是第一批 进入中国青音乐团 那个时候乐团是一个什么样子 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刚开始 在李老师家办公 那个没有团职啊 刚开始 在李老师家办公 对啊 听说好像是你们去办公的时候 他的先生还要出去溜了几圈才能回家 对啊 那个 那个刚开始筹备的时候 其实是挺困难的 就是一个 以青音乐队为主 其他呢 有一些流行唱法的 还有其他都可以 主要是这个团 还是以青音乐队为主 刚才他说那个很有意思 说你们乐团刚开始 是在李老师家办公 对 那是不是开完会 还要在李老师家吃饭 那好像没有 因为那个房子太小了 多大哟 我的客厅14平米 14平米 人家才14平米 那时候就很大了 那时候那年代太遥远了 那时我们俩都是 14平米 就很大了 挺好 当年 李老师家房子 是多大 我想问问 我俩结婚的时候 是16平米 当时 你看 他就比您大 两平米 比较近 当年 李老师是客厅14平米 我的那是 连客厅带 带卧室 李老师 当时条件很艰苦 说连办公室都没有 在家办公 那我问问 当时好招人吗 不好招人 就是 就是有国家指标的 就像他们原来是 我们中央乐团的嘛 招进来是比较容易的 转过来就行了 尤其文化部系统的 但是从大学 分配的大学生要过来 但社会上来考学 都是定合同 比较还可以 就是从大学毕业的 就很难了 哦 那傅迪星是 中央乐团长过来的 中央乐团 他本来就是跟我一起的 那你当时应该是 一个很难的抉择吧 从一个顶尖的团体 到一个新兴的 还不知道能怎么样的团体来 没错 是什么让你下了 这么大决心 毅然决然 加入了李老师的队伍 李老师呢 觉得我只是想唱歌 从一个乐手 变一个演唱 其实那是七一 七二呢 就是我就要铁定了 跟李老师走 我追着偶像的道路走 所以呢 来了之后 他有个坚定的信念 他觉得我能把它带出来 那么确实 他跟了我这么的年 也把它带出来了 他现在不光是歌手 他是词曲作家 音乐人 所以他就是 人的信念一接定 一定就能够 你的梦想就能实现 对吧 我是挺坚定的 现在是梦想实现的幸福时刻 那这样吧 咱们一苦思填一下 回顾一下你们当时 中国轻音乐团演出的照片 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团圆 就是轻音乐团的团圆 有了有了 这个叫 哪个是你 最边上那个 最边上那个 笛声我问一下 当时你在李老师伴奏的时候 有没有想哪天 你可以到台团圆去演唱 我那个是早就想过 但是刚才那个照片很有意义 您说说 因为我呢 跟着李老师演了 应该是说上百场的演出 我就坐在侧面 实际李老师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搞戏曲的 你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搞戏曲出身的 我们有功底 我每一个伸手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站项 我都是有讲究的 那个时候我在侧面 我看 我学 所以偷了不少东西 我真佩服你 能一心二用 一边吹着笛子看谱 一边眼还看着 怎么站 好学生 如此可教 他是个有心的学生 其实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说的话他注意了 用心 他是个有心的人 我们的李老师在轻音乐团 不仅是领路人 更加是 应该说是精神领袖吧 是 有无数的歌迷 这个数字呢 也跟七是有关系的 我听说那两年当中 李老师就收到了 七千多封的歌迷来信 就是各个层面里都有 有小孩的 战士的 工人的 农民的 知识分子的 还有老人的 反正说各个层面里都有 一点就他们喜欢我的歌 一个就是鼓励我 还有甚至我们在沈阳演出 你应该去了 演了十场在体育馆 那么有个人说他想自杀 我还听了我的歌以后 他不自杀了 那这个东西都是有的 就是我们的歌声啊 能给人一种力量 确实是 能够团结大家 鼓务大家 给大家一个心理上的讨厌 这种力量呢 把很多的歌迷就团聚在了 李古一老师的周边 就像傅迪生一样 把他奉为了偶像 更把他奉为心中的玫瑰 那这样吧 我们都知道 李老师有一首曲子 就叫心中的玫瑰 今天我们请李老师 为我们带来几首曲子 好不好 来 有请 在我心里的身中 开着一朵玫瑰 我用生命的酒 把他灯溃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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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你占成的玫瑰 永远永远把我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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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刚才偶像都唱歌了 我看那个傅迪生 已经把这笔子准备好了 我们刚才看到 照片中您演奏的风采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 吹奏一段行吗 我喜欢的歌都是 早期的片多 什么歌您能告诉我们 想言 晚安 山北有你 多花夜 好夜安里 红彤彤 红彤彤 主着主的马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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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泽东 终于是一首略带飞伤的时刻 我觉得说想言 还不是说想起那个时代 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 那是一段艰苦朴素 共同奋斗的岁月 是 他们乐队一直伴随着我 在各种场合中演出 为我伴奏 那时候我们不用 不用现在的CD 就是用乐队来给我们伴奏 他也跟随我这么多年 所以一种情感的交流 又要叫我流眼泪 但是我不想流眼泪了 就是一种 这种情感 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 对 他们很支持我 我们清音乐团说实在的 虽然奋斗了十几年 为国家 应该说还是做出了贡献 绝对的贡献 为我们中国现在的流行音乐 和中国清音乐 因为 开创了鲜河 也打下了一个基 打下了一个基 现在我们的流行音乐 包括摇滚 才能走得这么好 走得这么顺当 应该说您让他成为了一个 比原先更好的自己 他一生难忘 而且呢 中国清音乐团 我觉得也可以算是 成就了负迪生和仁静的爱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呢 他们两个人呢 是在不同的团体 没错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契机呢 由负迪生提出了跟李老师说 有这样一个姑娘 唱歌非常好听 有一位姑娘 哈哈哈 人长得非常漂亮 眼睛很大 歌声很甜 能不能到我们团里来 呃 我先要问李古一老师 你当时知道是他的女朋友吗 这一听还要说吗 这哪有 他已经跟我说了 就是他他的 他那个恋爱 呃 在南方很有名气 我们团过去就演员 都在台上 观众来考试他们 如果唱得好观众话 欢迎 那么这个演员我们就要了 那么他就在台上唱了一个玻璃心 最早 非常甜美 嗯 单身也过世多少年了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才二十 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 对 非常甜美 一个小小的女人 因为现在她已经是妈妈了嘛 刚才李老师也非常的感慨 说最后呢 很遗憾中国青音乐团是被合并了 合并成了其他的团 但是我觉得不用伤感 因为在我们的音乐的历史上 永远会有他浓墨重彩的那一笔 永远会有他的身影 谢谢 中国青音乐团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两位当初最年轻的团员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吧 带来一首歌曲吧 歌曲吧 安静静相随 彩雲飞过大眼垂 少个心儿 宝贺美 青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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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说到说李老师 在清乐团培养了很多的著名歌手 其实在这之后 他也通过自己的这种音乐的历程和修养 帮助中国乐团培养了很多的年轻歌手 让我们掌声有请 九月奇迹 我看这个 小伟手里还拿着一份礼物 来给我们大家说说是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一直在改编一些民族经典歌曲 然后呢 其中有一首是李老师的刘洋和 心里就有一个念头 就在想 李老师如果有一天听到这首歌 会怎么看我们 是生气 还是赞赏 对 特别单亲会非常生气 很倒开 你小子 这改什么呀 结果呢 结果第一次唱这首歌 也是在我们中央电视台 李老师就在台下做嘉宾 然后结果我们唱完之后呢 李老师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说这是我们 这是他听过的 特别喜欢的一版 柳阳和 然后还说了一句说 下来之后把这个谱子给我 我们想 哎呀 这个太成功了 李老师居然跟我们要谱子 那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就是 改编的谱子 对 就是孟茴柳阳的音乐的谱子 所以今天在我们 终于盛典的现场 是终于兑现了这个承诺 没错 没错 打开一看 李老师第一时间先打开 其实在九月奇迹的 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 不仅仅是最初 你们见到 李补一老师 对你们改编的认可 还有一次 给了九月奇迹莫大的信心 那是在2011年 这样是这样 我们第一年是零点之后 第二年是零点时分 第三年还是零点的中国范儿 然后呢 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在后台看到李老师 李老师说怎么样 今年唱什么 我们说 我们谦虚了 以前说不好意思 李老师没有进步 还唱零点 然后李老师说 你们没有进步 我三十年都没有进步 唱最后一首 对 那好 接下来就有请九月奇迹 为我们带来这一曲 孟茴 刘洋 这是我们熟悉的过往 多么传奇的光芒 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 慢慢打开你心房 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 踩下一朵 踩下一朵 不时的水 不时的水落 刀向江 不时的水落 刀向江 流浪河 流离的河 故事里碎路 倒向江 流浪河 古老的河 幸福的歌 传四方 传四方 好的 听了一首好听的梦回流洋 刚才古一老师也说了 说这个流浪河本身就唱自己家乡的 那说到家乡呢 就不得不说说李老师的这个性格了 我觉得就像家乡的辣子一样 火辣辣的 而且特别直爽 在我们登台之前啊 导演就一直在说 你们俩说话小心点啊 李古一老师要是你说错了 场上可是不留情面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什么性格呢 很刚毅 就比方说呢 李老师吃那个蔬菜 从来不吃叶子 吃的是杆 杆 杆 你们要说话说得不好的话 惨了 为什么李老师 怎么不吃叶子只吃杆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就是从小就这样 就可能可能跟一个性格有关系 我说湖南人有几句话 吃的苦 赖的烦 不怕死 怕的蛮 就是湖南女孩的性格 像我这种性格的 应该占80% 但是有20%是比较温柔的 在我们艺术界唱歌中间 你们知道很多湖南女孩 像张爷老师 应该就是温柔 张爷 宋仲英 他们的所谓什么雷家 王烈达 都是所谓非常温柔的那种 就恰恰我这个人就不行 因为我受的苦 吃的苦比他们多 现在环境好了 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 包括刚才 九月奇迹他们这一代 珍惜这个年代 好好唱你们的歌 李老师刚才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 台下有很多观众朋友 不禁发出一种感叹 大家都觉得 李古一老师保养的真好 我想不用问什么秘诀了 可能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的人生的乐观的态度 可以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我今天看来的也不少中年以上的朋友 歌迷们 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忘心比较大 只活在当下 过去别人整我的 骂我的 害我的 或者是一些语言 或者是一些人 我经常我就记不起来了 忘掉了 不去想他们 人活得稍微 叫什么说 糊涂一点 洒脱一些 难和糊涂 糊涂一点 另外来就是说呢 精神面貌好一点 我们心态还是要积极的 还是要乐观的 您的性格很刚强 但是您的歌声 非常的柔情似水 那下面这首歌曲呢 也是李老师要送给每位观众 叫做是 梦里编程 掌声欢迎 梦里编程 山是大地 风起的灵魂 扑江水是岁月 腾肠的思念 让人爱的山河 隔着河也能传起 今天爱边还阴绕 你们那是长河的雨 啊 月潮 搞错你不认成水的台湯 是有家回忆当作 当作老旧潮雨 山下那盘雕酒楼 已经升起今天的炊烟 千山啊只有 小北楼 小北楼 依然被触破了的风景 依然被触破了 而你忘记你 那刚才呢 李老师是用歌声呢 带我们到您的家乡呢 转了一圈 真的感受到了那个小城呢 独特的特别朴实 特别质朴的一种风光 也能感受到 李老师在那样一个环境生长 才有了今天这样质朴 火辣辣的性格 那我们说到了音乐的传承 李老师在这方面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今天有四位 李老师的高徒 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他们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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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李老师的四位高徒 要说这四位呢 应该都参加过清歌赛 我们都知道啊 李老师是清歌赛 常年的评委 当然了 近几年的都是 尖审级人物了 我就想啊 老师你看高高在上 在最高的尖审席坐着 你们在下面比赛 心情会不会格外的紧张 我觉得是挺踏实的 我们其实一上台特别紧张 但是每一次一定睛一看 李老师在那 好了 踏实 你唱着唱着 你看着老师他会跟着你一起 老师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节奏上 稍微有点慢了 或者怎么样 老师 他一个微小的动作 我觉得李老师可能会用眼光 会用微笑 然后我们就慢慢就 把这个心情抱下来 心灵感定 他们除了我是 他们的艺术指导老师以外 他们还有 还有其他的老师 今天非常感谢你们 来跟 参加老师的这个专题节目 这个 因为他们唱歌 到家里上课 这我还是要求的很严格的 对 我听说老师 对一个半音 你要唱错了 他一下能听得出来 非常严厉的 非常严厉 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 你那个嘴角 一定要笑起来 往上 本来嘴巴长得小 他还舍不得打开 各位 现在笑起来 各个老师要求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比赛 我看他们嘴巴打得怎么样 其实他们笑起来 是最骗的的时候 对 不仅唱 会有助于你唱功 对嘴巴就打开了 而且你的形象也会很好看 那此刻呢 就是一个汇报演出 对 张琳我出个主意 今天有没有谁 自高奋勇的 在老师面前 或者跟老师一起来合作 一首曲目 我跟老师先来吧 你好幸福 唱一首什么歌 汤飞 唱一首 北京精神的歌 我的北京 我的家 好 欢迎 你的故事 去问问长城上的转 你的笑容 像故宫 红墙一样的暖 手往上飘动着 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 爱你就是爱过的表现 你是活力 创新的圆圈 创新的圆圈 你包容不同 肤色和语言 你沉在沧桑 后的永远 我爱你 我的北京 我的家园 我爱你 我的北京 我的家园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 就在演唱当中 当汤飞独唱的时候 老师愿意站在背后 愿意把自己的学生推到前台 让大家去认识 这就是老师的一个心态 永远希望自己的学生 能够成为比大家喜欢他还要喜欢的一位歌手 没错 我也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传乐 虽然你说他要他微笑 他还是没有微笑 这个矛盾还要改 至今很严肃 传乐 接下来你来一首歌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仔细看看王传乐 到底笑还是微笑 一定一定 好吗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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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终生敲击 敲碎了寒冬冰雪万里 敲见春天闻心春心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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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终生敲击 敲碎了寒冬冰雪万里 敲碎小一年终生敲碎了寒冬雪万里 敲碎 沙都天冲雪万里 神经 今生河山康家庄临 今生河山康家庄临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谢谢二位 谢谢余老师 观众朋友们她笑了吗 笑了 笑得非常好 所以是不是非常甜美 对 我发现了在我们的这个女学员 这是婷婷拿来的是吗 是 这个是李老师的演唱歌曲集 记录着老师一直以来演唱过的很多的这个歌曲 而且我看到这应该是老师给你的题词送给的 送给婷婷愿你好好歌唱 对吧 李祖一 14年3月30号 是是是 我觉得这本书承载着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学生们 还有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歌者们的一种激励希望和一种传承 在这儿老师您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爱您 谢谢 我们爱你 谢谢 他们这几个学生都对他用功 像他是金钟奖的赢奖 嗯 他应该是新歌赛 这就是全国五强第三赢 应该算赢奖 非常好的成绩 他是遗憾是铜奖 这个是金奖 四位学生你们的一点点成绩老师都记在心中哈 我听说最后你们两位也要献一首歌给老师 合唱一首吧 那我们就唱一首《洁白的羽毛记深情》 好有请 谢谢 亚洲的天儿却背的心 洁白的羽毛记深情 音歌也无音笔歌 老有心疼心相逢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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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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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ed 缓劇的該风声唱 留意的华朵 我的天赋 收到这里我们应该说今天 最后的一个跟七有关系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很特别 是七十 2014年12月 李古伊老师的生日 也是他的七十大寿 我们唱起生日快乐歌 好不好 好 来 音乐 起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365个祝福 别人送给你的祝福 给您送上365个祝福 365个祭 这个我可以说 比我妈妈长得漂亮 对于我们年轻的女孩子来说 这是标准的白马王子 我们唱起生日快乐歌 好不好 好 来 音乐 起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我们栏目组 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送给李老师 谢谢小伙伦 谢谢 祝你老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现在呢 您可以在这个 我们给你准备的 生日蛋糕前 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 许完了吗 许完了 能跟我们分享吗 保密是吧 不保密 希望祖国付钱 我们都能过上 更好的日子 愿大家健康 长寿 让我们一起祝福 李祖一老师 七十大寿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朋友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让我们一起祝福 李祖一老师 七十大寿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朋友们 谢谢 谢谢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